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平均数差的假设检定 那么我们这边讨论的是相依样本 相依样本的做法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简单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把相依样本 就是所谓的成对的样本 那就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样本来做处理 把这个前后的差异当做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么什么叫做相依样本呢 比如说像是我们进行的是前侧后侧 那么分数的差异 或者是我们就是进行的是一个药物的一个试验 比如说减肥药 吃了减肥药之前 它的体重跟吃了减肥药后的体重 那个是一个一对一的对应的 那么两个的N当然都一样 那不是独立的样本 那就是相依的样本 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一样 大样本小样本单位双位都一样 那么我们要知道怎么做呢 大样本的话呢 如果说是大样本 那么母体变异数都已知 那是最简单的做法 那么就直接用Z值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Z值 就是我们的统计量 这是我们的平均数 这是母体的平均数 注意μD是什么 指的是所有的母体的两个的差 这个是σD 就是两个差之后的随机变数 它所形成的标准差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 那第二种呢 变异数母体变异数不知道 原则上如果说是母体变异数不知道 我们就直接换成s就好了 那么用了s就应该要用t来做 可是因为它是大样本 大样本来说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那么我们知道说 这个t值跟z值是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z来做 那么这个地方用s来取代 如果是小样本母体的话 常态而且变异数都是已知的 那当然还是没问题了 母体都常态了 当然还是z了 变异数又知道 那没问题 这是我们一般的 跟大样本没有什么差 那么最麻烦的就是 又是小样本 那么变异数又不知道 那各位同学就知道 我们要用s来取代sigma 而且要用t来取代z 那么这就是我们比较 首要麻烦一点的这个状况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话就针对这一部分 来去做介绍 会让各位同学就比较了解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相应母体的一个例题 有一家生计公司 出产了一个减肥药 六个人进入疗程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记录了减肥前 减肥后的一个重量的记录 在这边 然后我们要减定什么呢 减定h0 μD等于0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μD等于0的意思代表的是 这个difference 就d就是代表的是x x等于0 代表是这个减肥药是没效的 如果说我们是接受了这个h0 那代表这个减肥药没什么效 如果说是拒绝h0 代表是这个减肥药有显著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一些计算上来说的 就是资料上面的整理 现在x1跟x2我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d 所以我们扩充这个表格 第一个我们写d 85减81是几 4 前面减后面 那这是7 前面减后面 这是8 这个是前面减后面 它也是8 这个前面减后面 它还是8 前面减后面 这是1 那么等一下我们计算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是一个平方 我们也顺便把d平方也算一下 这边是16 这边是49 这边是64 64 64 1 现在我们把它的总和加起来 等一下也用得到 这是多少呢 这是36 这是258 那这是total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什么呢 要做减定工作了 那么减定工作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知道这里总和是多少 36 几笔资料 6笔资料 6笔资料 36除以6 那就是dbar 是平均 是6 6公斤 那么还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去算一下 我们的这个叫做sd 就是这一批数字的样本标准差 这是我们的定义 n减一致自由度 这是每一笔资料 减掉它的平均数的平方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算 这个跟6的差距的平方 7跟6的差距的平方 其实也可以算 那么也有很多的书课本 都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写的 怎么写呢 它是用展开的方式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它是有n比 n比的话呢 这边就直接加一个n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 是因为 它就是ndbar 所以它又是一个平方 前后削掉一个 于是它得到的是一个 最后的公式是这样 事实上各位同学也不需要背公式 只是说 这个在计算上面来说 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地方d平方 这边是258 所以这边应该是258 那这里是n是6 这个d平方是36 好 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算出来了 它的这个样本的标准差是2.83 算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统计量的提检定 提值是多少 因为mud我们先假设是0了 0 所以这边不用管它了 sd是多少 2.83 除以根号n 根号n是几 根号n是6 dbar是6 所以这边是 这个底下开根号的话呢 移到上面去 我们来计算一下 6根号6 除以2.83 是多少 5.19 这个提值看起来有点大 如果是大代表的是差距比较大 那么我们要看看 依照我们题目的自由度 是不是结论显著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α是0.05好了 那就是0.025了 那么自由度是几呢 我们因为n是6 自由度当然就是5了 0.025 那就是多少呢 2.571 以双微减定来说 各位同学看 2.571在这边 负的2.571在左边 我们的数字是几呢 5.19 5.19已经远远的落在红线的区域了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就是 拒绝H0 拒绝H0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的是 我们不能说他没效 μD代表是他没效 我们不能说他没效 应该是非常的显著的有效了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一个相依母体差的一个假设减定 其实这些类型的题目它并不算困难 主要是我们会发现相依母体 其实就是单可以用单变数来做 把双变数每一个数字都减一下 就会变成了单变数 那么如果说是大样本 那很简单 用Z来做 小样本的话呢 如果说是变异数不知道 那么我们用Z来取代SigmaD的时候 那么记得了 小样本 变异数不知道 要用T减定来去做修正